今天考大家一個字 三條魚等於什麼字? 魚…多魚也, 一定是讀魚字 你就多魚 三條魚我們一人有得吃一條 就是一定是讀條字 垃圾, 不知所謂 三條魚等於一個先字 古代有生魚的意思 答錯了, 海鮮讓我吃吧 多吃?還有沒有多一塊? 對, 鮮字不懂, 寫不懂得讀 不要緊, 懂得吃就行了 謝謝你, 康 這裡的東西全都這麼大 真的不得了 我們有三個人吃 不如我們開動吧, 好嗎? 好, 不如來吃這條大條魚 就是這個 大家海嘗鮮 這次這條魚是星班 讓我為大家操作 這條魚很厚 很厚 你吃之前要蘸這些醬汁才行 但我先教你 先教你 對, 其實我平時家裡 都會做魚 是 我知道鹽可以令鮮味吊起 然後用薑汁劈出它的腥味 對嗎? 真的很懂得煮 我要吃了 果然是一條好魚 你知不知道, 如果不是好魚 蘸這些醬汁的時候會覺得很腥 所以醬汁要倒進去 但因為這條是一條好魚 所以師傅特意保留這些魚汁 而且魚的肉非常紮實 但完全不會粗糙 會蒸得很好, 再蘸魚汁 很滑 精盈剔透 不得了 太好了 這麼大條魚, 真是想和我生 很好吃 你買在這裡很引誘人 你用白飯 其實要用白飯 其實要用白飯就好了 對, 你也覺得是 果然我們重露人 大王蠟, 開始像童話 好, 接著 這是金不換桂妃 即是上面放了一個金不換 對, 平時我們吃這個 鬼膀蒸或是煮的時候 可能是蒜蓉或是士椒 這次用金不換 這裡的大樹就說 這個味道會更上一層樓 很大 對, 我覺得自己來了 我馬上變成一個很小的人 有一個大人國 很開心, 我就可以吃多一點 自己吃大塊了, 說自己小塊了 對, 吃多一點, 是嗎? 然後自己大塊了 好, 馬上嘗嘗 很香, 很香 很香, 香味很香 對… 而且比起一般的蒜蓉或士椒 風味很不一樣 好, 這個… 鮮豬包 好 接著嘗嘗這個 鮑魚, 青島的鮑魚 是… 鹽燒青島鮑魚 對… 這個鮑魚在我們吃之前 我們要說說它的耐力 就是來自青島鮑魚 而且用了日本那邊的養食方法 就是為它吃台草, 吃紫菜 對, 吃紫菜, 我也很喜歡吃 所以吃到它不會有什麼臭味 不會有什麼腥味 即是阿時, 而且它煮的時候 是用一個高溫勁促的方法 對, 靜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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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感覺已經熟了 對 然後再幫它清潔 所以… 所以它的肉很結實 有… 我以為要用的, 這樣嚇我 不知為假, 這是泡屎 是泡屎, 我真的吃了 真的很爽口 這口咬得很軟 而且它的鹽燒, 外面有一層 很薄薄的脆的感覺 又爽口又軟 不知為何 鮑魚鴨 鮑魚鴨是我的最愛 我真的很喜歡吃牛鴨 師傅對我們很好 是, 怎麼樣? 他已經起了 你真的懂得吃, 做得最健碩 它成了嗎?有半… 我的臉, 一半 真的很大 不是, 我說到奶尿蝦 你剛才說的奶尿蝦 是你三分之一 男生也大, 沒所謂 你呢? 在你們咬的情況下, 不如我先吃 好 你在吃的時候可以說一說 因為這裡的炸蒜是馬上炸的 另外, 奶尿蝦是來自馬來西亞 其實東南亞的奶尿蝦是最鮮 而馬來西亞的主廚是第一名的 平時如果不新鮮, 煤了 它會化水 所以新鮮的奶尿蝦才能吃雜色的肉 你說得對 平時很多時候吃到奶尿蝦是煤的 但這個是蛋的 你去哪裡買的? 為什麼你經常買到煤? 我們不會在那裡 我的樣子是蝦住, 找我的份 水魚… 水魚, 也是魚, 也是水魚 現在我們要嘗這個了 有沒有看到這麼大隻蝦? 好, 紅樹林肉蟹 很大, 很大 很大 紅樹林, 這個地方不得了 它就是鹹淡水的交界 有很多豐富微生物 養成蟹可以這麼大隻 我真的沒吃過這麼大隻的蟹 所以我一來就要吃它的蟹鹹 放我兩隻, 怎麼做? 我覺得是這樣的 我已經拿了一個 應該是鮮度才行 對, 你應該很理他 真是蝦豬肉 有疑態, 你對著它是不可以這樣 大哥, 這個… 我們要吃 真是非常不得了 如果這隻蟹跟人家咬手掛 一定會贏 這個手掛很大 這麼大? 為什麼你比我大 它是右手掛, 拿左手 傻眼 我很生氣, 但我這個已經夠大 這口肉, 看著 很像吃了平常一隻蟹一樣 對, 平常這些蟹死了爛 然後就丟死不了肉 但肉帶起來很嫩 因為我以為很大的肉 通常會比較好 但它不是, 像是正直壯年 對嗎? 正直壯年 對, 壯年 好, 馬上嘗嘗 看到嗎? 我好害怕 你快點吃 你又要摔一下, 要不吃 你的汁漏了 是否蟹味充斥著你 繼續說 這些我尊敬我們的前輩 我們新來的就讓你吃吧 繼續說 真的很好吃 那我嘗嘗蟹… 我撩上去, 不好意思 你看, 這裡 厲害, 原來精華得… 自己哭我們一人一口吃 我用手, 不好意思 好感動… 謝謝導演, 這個蟹 好感動